结婚二十多年 七十一岁的刘成岚和九十八岁的田野 每天一起生活 妻子照顾先生的日常起居 两人相依为命 田野三十年前从公家机关退休 平常兴趣 书法 画画 在里民社区中心玩牌 看起来健康硬朗 其实身体状况很让妻子忧心 年过七旬的刘成岚 坦白讲也有被照顾的需求 但若他不扛起主要照顾责任 就没人来照顾老伴 这个现象似乎成为高龄化社会常态 就我在过去在中山区从事长照服务的时候 我有发现在这样的地区 其实老老照顾的案例为什么特别多 甚至我们看到很多长辈 他在老年的时候 他陪伴他的是外籍看护 或者是一个宠物 那孩子为什么都不在身边 其实我看到很多 其实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 在父母年长的时候 反而没有办法回来陪伴爸妈 照顾爸妈 那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部分 场景来到新北市平林的关怀 据点日照园带着引发长辈玩游戏 这是偏向长辈们周一到周五的例行公事 其中八十八岁的陈万元 八十四岁的凌晨美智是一对兄妹 一起住在三合院里彼此照料 陈万元的儿子媳妇每天晚上会回家看爸爸 凌晨美智的小孩则是每周末回来 其他时间都是由妹妹照顾身体较差的哥哥 高龄化社会有日本作为借近二零二五年 日本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三成以上 后生劳动省统计需要照顾 以及负责照顾的人在六十五岁以上的家庭 占比是百分之五十一点二 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老人都处在老老照顾的状态 我们来到新北市的平林 这里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数的三成 伊甸基金会的人员告诉我们 十年前有十个老人家 只有一个是老老照顾 现在已经来到将近五成 国人平均寿命七十九点八四岁 男性七十六点六三岁 女性八十三点二八岁 若以男大女小的婚配年龄 多数女性要面对男性的旧衣照顾 甚至失去亲人的哀伤期 在老老照顾过程当中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可能老老 就是老夫老妻互相照顾过程当中 他可能另一半 他的另外一半可能先行离世 所以可能留下这位长辈 留下会单独长辈 他可能变成独居 甚至于独生的长辈 他的子女有可能是在外地求学 或者是外地工作 他无法继续照顾这位长辈 所以长辈有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个 比较经济状况 或者是比较照顾 可能会有需求 可能会有甚至于说 有高风险的问题 若主要照顾者不幸先离世 被照顾者可能无法求救 社福团体透过日照 居服 食指据点 送餐关怀等服务 希望能减少悲剧发生 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 透过政府的一个通报机制 就是通过我们家透过里长 通过社会安全网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能够让整个的服务里面 我们刚刚讲的 像是无风接轨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在整个政府的评估系统里面 针对于老老照顾 我们可能有更多通报的一个机制 那也让我们社福单位 能够第一步的先了解到 可能这个家庭 有老老照顾的情况 在老老照顾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引进更多的社会福利 支持系统来支持这位老人家 台湾迈向超高龄社会 面对长照需求 以及需要解决的困境 没有人是局外人 TVBS新闻罗世彭 网豪与台北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